今天可千万再不能算错账了呀 一得一二得一三得三 一四得四 一五得五一六得六 四八三十二是吧 老板 你这饮料多少钱 三块钱 我来一瓶 给 这是五块钱 你给我五块钱 饮料是三块钱 那我就找你六块呗 挖掘 给 再找你的六块钱 好 老板 你这账子算得还六块有准啊 忙着吧 走了 好 我 这老板 凶客算账的水平 你关门不久了 哎呀 老板 你这饮料准的挺多呀 那给我拿桶泡面 行 香辣牛肉就行吧 行 你这家给我泡好吧 饿半天了等着吃呢 哎 好嘞 给 这是你的泡面 哎呀 太烫了 老板 你这不地道呀 香辣牛肉面 牛肉呢 炒丢了 发辣出锅了 那你走了 算了 给我换一个那个 香菇炖鸡面 行吧 给你吧 行 老板你妈走了 哎 咱没给钱的呀 钱 给啥钱 干脆面的钱呀 我干脆面用我这个泡面换的呀 泡面你也没给钱呢 那泡面我吃了呗 你没吃啊 那我用给你钱吧 嗯 不对啊 这 哎 猫猫猫猫 快 快来 哎 给爸算个账 爸 怎么了 哎呀 我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啊 来 咱俩演示一遍 你去咱俩的 来 我师父从你上拿了一桶泡面 拿了 那泡面我吃没吃啊 没吃 没吃我师父给你了 给我了啊 我要拿一袋干脆面吗 干脆面你没给钱呢 那没给钱我师父拿泡面换的 爸 这事我听明白了啊 这一桶泡面三块钱 人家才拿了一袋干脆面 一块钱 我还得给他了呗 我还得给他了呗 对吧 哎呀 我去 大哥哥 给 哎呀 哎呀 大哥 你家可算有个明白人了 小姑娘呀 你要好好学习啊 将来能搞个好大学 你忙啊 我怎么 嘿嘿嘿嘿嘿 哎呀 我姑娘就是聪明啊 以后爸的产业啊 就归你了 怎么爸太懂了 你别笑 算了吗 这一家子是生意做的 跟做慈善一样 这还倒给我两袋 哈哈 欢迎关注董言 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在下方点个赞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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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